黄芪 羊尾煮梅子 煮料黄芪 羊尾 煮料梅子面 羊肉馅 还有藕和筛友 羊尾吧 对 多肥呀 让它扮化状态 就是实际上最好吃的是羊尾油 但是口感也好 如果把它给冻完以后 你切可以给 火锅里头 哦 算是吃 算是吃 山羊肉馆里边有 对 您太会吃了 那这个 那这个梅子就是这个吧 对 这梅子粉 梅子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梅子就是一个一种 也是个就是五股杂羊 其中的一种 梅子面不就是黄米面吗 不是吧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黄米面是粘的 这个呢 咱们老北京喝的面茶 就用梅子面做的 哦 用梅子面做的 那就是梅子面 那您能不能说 您这个这道菜 我们听着都挺新奇的 对 而且跟黄芪有什么关系 对 这黄芪是最后到 要入到这个菜里面 对 这黄芪呢 是这样的 咱们煮一下 用它这个 相当于那个 用它那个煮完顺利的 那个 水 用它水 往那个盖子里头 差不多煮 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 那这边煮着 咱们先操到这边 羊尾油 它们给切成了 就像筋儿一样 哦 你看 王叔叔把这切得 那么脆啊 对 小时候筋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 就怕太腻 所以呢 我切小点 那一炒呢 就是它就是 有一部分化了 那您说 羊尾油会不会煽起 煽要煽起 绵羊好多了 这个要炒制一下吗 对 就现在就可以炒制了 那咱们就开火了 王叔叔 您怎么想着 用这个黄芪来入菜呢 就是这个黄芪 对中老年人 是比较好的 就是提温补作用 而且现在 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吃了这个 增强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 还有一个呢 说还有一个呢 我这个还是 我去山西出差 我吃了一个 它山西叫什么 发生生 也叫头脑 它那呢 我知道 它那个就是 基本是就是 只不过它是羊肉块 不是羊肉末 我这样呢 回来以后 我自己跟我自己赶羊 我觉得这样凉了 要快 要不羊肉 你要买羊肉 你得炖 您这和山西那头脑 是一个味儿吗 差不多 但是它那个什么 它用的是白面 我为什么用米的面呢 米的面呢 就是它本身在这儿 凉肺 凉血 就跟它稍微的 稍微遮瑕 这样就是火鱼 特别壮的人 吃呢 也没事 咱们先稍微割点葱姜 葱姜 完了 可以割肉馅了 这时候 葱姜炝锅 放入羊肉馅 对 而且这羊肉馅 选的是相对瘦一些的 瘦的 对 这要把羊肉馅 全都炒熟吗 还是 就是把它让它变成就行 变了颜色 对 变了颜色 变了颜色以后 就可以割羊尾 就行 好 大家现在看到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蜜 一会儿做好了之后 我们听您尝一尝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 你看这炒完了吧 咱们现在可以割料酒了 这个呢 这个咱们割料酒也行 割那个 割的黄酒也行 割黄酒更好 三条料酒 来 你看炒的过程当中 里面的水分 已经慢慢的蒸发了 对 往里头这儿呢 咱们就可以割黄鸡水了 总之这个就最好 把这个黄鸡水倒进去之后 这上面这羊尾油 对 浮上来了 嗯 其实刚才啊 咱们编的过程当中 这个羊尾油的一些油脂啊 也给它编出来了 剩下是那种肥肉标 对 是吧 对 羊尾全是油 全是油 全是油 就是说没有什么标不标 全是千不标 那这个 这算什么呢 就是浮的这个 这浮的就是羊尾 就是油 也还是油 对 也算是油吧 也算是油 它是比较轻的 所以一倒水马上就浮起来 因为它是油 所以它能浮起来 嗯 一会儿它会化掉一部分吗 对 就是我们做好之后 它的框就没这么大了 对 是吧 嗯 我看您那儿还放了一些藕 对 这是藕 这个呢 山药 山药 对 山药 西藏小丁 为什么切小丁呢 就是好熟得快 而且呢 口感也好 你要太大了以后 汤里就吃了就会劲 嗯 嗯 等锅开了之后放这个是吧 对 完了 这儿连藕 连藕呢 是西藏小片 也是 也是清费的 对 好 开锅了 那咱们可以 现在把藕 和山药 山药都放进去 对 完了再煮个 那个 稍微十来分钟吧 嗯 你把这个汤煮香了 那王叔给他来一个 生活有照 没错 来 就是咱们家常用 那个那个白糖 或者红糖 有时候割身长了吧 就特别的硬 嗯 抠一块 对 一大结成块了 完了抠也不好 抠是拿也不好拿 这儿呢 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橘子 或者管干的时候 把那皮包回来 割在这个糖罐里头 再盖上这儿 一般一宿 第二天 糖特松软 杭叔那您说 您这个米子面 一会儿是 这米子面 咱们是拿水给卸一下 卸一下 对卸一下 水够吗 够了 我看您这得卸 又挺稀的 对 这个不能太稠 太稠 割汤里面才就更稠了 其实你看这汤里边 虽然我们煮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但是你看里边已经开始有一些那个小黏糊状 是吧 应该就是那个山药和藕的淀粉 现在慢慢地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你看有点浑汤 您看行吗 煮成这样 行 可以 完了以后 我把这葱姜水给喝 哦 这是什么 葱姜水 这个里边这个固体咱不要 葱姜不要 只要这水 对 他们就不要它了 这也是去掉它这个羊肉的那种青山味 对 咱们为什么加料酒 加葱姜 咱们就是让它那个腥味越来越少点 那您说您那个葱姜水为什么不能早放 先开始炒完之后 放黄极水的时候一块放进去不行 这个煮的一定程度以后 它这个等于是也化了 这时候再等于二次去腥 二次去腥 对 完了这儿呢 咱们稍微搁点盐 这个严格地说呀 山西头脑是不搁盐的 就什么呢 就这个 您说刚才就这个 烟韭菜 对 这里边是有咸淡味的 对 解腻的 差不多了 该放这个米子面了 这米子面也挺有稀释的 对 等待着这有什么神奇的变化吗 没有什么菜单 它就更粘稠一些 就更像粥了 对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粥 它那个口感跟棒子面粥不一样 棒子面粥有股那个棒子面的味儿 这个是一点味儿没有 一点那个味儿 它就本身又是粗粮 然后同时在里边没有什么怪味儿 对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就好了呢 一般的要是时间控制的话 就是 多长时间 15分钟 对 差不多了 我刚刚尝了挺好开心 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大家赶紧出锅了是吧 对 这个好了 对好了 关火了 来关火咱出锅 对 真的很稠 这个咱们盛完以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具 就是割韭菜 腌韭菜 韭菜是怎么腌的呀 把它洗干净切成段 切成段以后呢 完了个搁点盐 搁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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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步骤一 黄芪在水里煮20分钟 羊尾切小丁 炒锅 边炒葱姜 下入羊肉馅 边炒变色之后呢 下入羊尾丁 随后呢烹入料酒 步骤二 加入黄芪水 煮开锅之后 下入藕和山药 梅子面用清水卸开 煮开的锅里倒入葱姜水 放盐调味 倒入卸好的梅子面 步骤三 煮15分钟之后捞出 撒腌好的韭菜 就齐活了